就是Sales 当然其实Range 如果Range其实主要可以指一个储存格 或一个范围都可以 Sales只能指的是某一个储存格 我的习惯就是说像固定的位置都用Range 如果在回圈里面它会变动的话 那就一定要用Sales OK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多同学问到 好像同学常常问说 老师那什么时候用Sales 什么时候用Range 其实以这一地方 那同学会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不是指一个储存格吗 那之前我不是讲过用Sales Sales这边不是应该也可以用Sales 对你也可以打成什么Sales D11的话就11 逗点 你可以打成D 这样子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打成这样子 也可以 那只是说为什么我习惯Range D11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写程式的时候 尽量你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你将来从你将来回头看程式的时候 你能不能一下就看懂你程式在写什么 比如说你突然看到这个Sales 跟看到Range D11的话 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大我觉得你直接打Range D11 一眼就看得出来 但是你写成这样Sales 11 逗点4 你要想说他这个你还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D蓝 对不对 所以刚刚的写法这样就会要转个弯 然后如果你D11就变成说你D要在后面 11变成前面 所以跟我们一般使用Exail的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我还要考虑一点 就是我能不能很快的就可以接受这个程式里面写的东西 两种写法都可以 但是哪一种写法比较好理解 OK 那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写 其实道理很简单 比较好理解 OK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写程式的一些小细节 不过这一点可以看书同学有特别注意到这些细节 如果你这些细节都有注意到 你以后写程式就相对的会比较能够抓得到要领 OK 所以其实没什么 你会发现我们程式写来写去 不外乎就是都是Range Sale Range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因为主要就是说可以透过那个物件名称 去取得它里面的值 或者是丢值到那个地方去 OK 所以也就未来如果你假设除了储存格范围之外 像那个哪一列 列也可以 蓝也可以 工作表也可以 工作部也可以 反正上面只要叫得出来的名称 它都可以变成一个物件 那如果物件的话你就可以控制它 那控制的手段就是你可以用回圈重复做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可以逻辑判断 反正就是用一些程式的手段 加快你处理的这个效率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刚同学问到的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这一题 诶 Sumif 所以这里当然第一个应用Sumif 那我刚刚讲过 Critera 产线开头 所以呢我习惯从 Critera就条件 条件 一定是什么 产线 OK 那可是问题啊 如果你打个产线1也不对 产线2也不对 之前有同学说老师那可不可以加一个偶 或很抱歉他不支援 产线1或产线2或产线3 当然我们的理解是可以 可是问题他没有支援 可是问题你产线1抓到只会产线1 怎么办 第二个是这个范围 这里面帮我找产线 找到的话帮我把工资加起来 OK 12,153 OK 不过好像只有这个两个三个 OK 可是问题产线2怎么办 产线3怎么办 这个时候当然你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产线1 然后再把它产线2 那我可以把Ctrl C 贴过来这边改成产线2 再贴产线3 再贴产线4 如果你有100个产线 要贴140吗 所以教个方法 当然有更快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坊间初期也没特别提 其实我是用 这个就是跟以前资料库那种用法 知道吗 如果你之前有使用过资料库的话 你应该知道有些万用符号 问号的话表示什么 表示说 产线1个字 1个问号就1个字 如果2个字的话 就是2个问号 OK 这样子 那按确定的话 其实答案也会出来 也就是产线后面有一个字 那可是问题 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问号的话 它会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如果你产线11的话 有没有 两个字吗 它就只会找到产线1到10 产线11 很抱歉 它就找不到了 所以怎么办呢 对 所以会举一反三的人 学得特别快 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好像这些东西蛮多地方 电脑里面资料库档案 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用 那如果信号表示说 不管有几个字 只要是开头是产线的 全部都算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 不过最后做出来一样 23884 结果一模一样 OK 所以问号跟信号 这个如果你会的话 那你三米幅 才有办法做 比较多的变化 不然的话 很多同学 不会的话 产线1加产线2 再加产线 就公司是贴 实在没办法再这样做 不过如果有办法 就用这个方法 OK 这样确定就完成了 这应该没问题 接下来的话 一样我们要把它变VBA VBA的话 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把结果丢过来 按下去 OK丢过来 但特别注意 丢过来不是说丢个公式放进去 如果你要写丢公式 这个非常简单 只能买一二等于什么 把这个公式复制贴到那边去就好了 因为有双引号 把双引号改就可以了 城市一行就好 因为这边不用跑回圈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要 怎么样 丢公式 我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真的去帮我算过一遍 这个方法 很多地方都受用 也就是在VBA里面 如何处理什么呢 累加的问题 所以VBA里面很多东西 老师VBA里面怎么累加 什么叫累加 就是说如果它是产线开头的 这个值 就先帮我放在某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如果又一个 那就帮我把那个变数里面值先 先抓出来 再跟后面这个值相加 再存回去 就是一直把它盖过去就对了 这个就是累加盖 累加完之后 自动再丢到这边来 这要怎么写 OK 这个地方如果你会的话 很多地方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去处理 就是在VBA里面 如何处理累加的问题 累加的问题 OK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万用资源 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用累加的部分 去处理这边 其实程式也不多 程式基本上 大部分应该各位都看过 一个SAP 对不对 一个回圈 那这边回圈你可以写成 向下追踪 然后如果开头 开头 两个字是产线的话 因为这边它没有支援 像刚刚那个问号 所以只能抓前两个字 那而且是用逻辑判断 如果它前两个字是产线的话 那累加的话 特别说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SUM 它初始值是零 或者没有东西 那我就把C的资料怎么样 加上它之后存回去 存回去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加存到前面去 最后的话再把这个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 就完成了 细节我们待会再看好了 请各位先完成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等于就是顺便学会 在VBA里面怎么样做累加 这个累加蛮重要的 因为之前也蛮多同学工作里面 会用到所谓的累加的部分 那可是在VBA 它就不会写 不会写 当然其实这个就范本 如果你想要在VBA里面 写累加的话 其实你可以利用 待会 这个讲的这个 VBA程式 稍微 参考着写 我可以试一下 我可以试一下